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首诗是讲清明节 第一句是清明时节 雨昏昏 路上行人 玉段云 第三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 然后最后一句是木桐瑶子 幸花村 有些人说你这样七言就好像很累積 重复 很多余 不如简结他 这些人就变成了 时节 雨昏昏 行人 玉段云 酒家何处有 瑶子 幸花村 他说路上行人 真的很多余 行人不在路上行 难道在家里行吗 那你木桐瑶子 幸花村 哪个子都一样 是不是 借问酒家何处有 酒家何处有 已经是个问号 好像有些道理 然后就说 咦 都不够简结 所以就变成了 清明时节 雨昏昏 变成了 雨昏昏 玉段云 何处有 好 行花村 其实你都明白了 大家见不见到一个进展呢 这个可以叫做一个进步的形式 最后就说 这样也不行 不如一言诗 一个字一句 分云与穿 这个当然是笑话来的 其实由五言 由七言到五言 你都可以说得到有少少道理 但是其实有时这个世界的事情 就是复杂点 去到某个程度 只要人们接受 其实它不是重复 是变化多些 复杂点 这个其实是 艺术的东西都很主观的 但是如果你认为 由七言到五言是一种进步 你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这样推下去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现在很多所谓进步的事情 就是 它已经是未审先判 先验地是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走 越去得尽就越好 但是那样东西 它以为是不正致命 但是其实没得证明 其实就是说 我不接受 好像现在就是 我们讲的一些未入症题 都是三节棍 两节短一点 第一节就是这个JK Rowling 这个Harry Potter的作者 就在几年前开始 跟那些左翼人士 开始开战 其实他又不是右翼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那就是关于那些跨性别人士 以及性别改造 以及性别多元的事情 他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 什么叫女人 什么叫男人 是不是应该有个很简单的定义呢 但是有些人 就像刚才那首诗的笑话 他认为向某个方向走就叫进步 就是说 其实性别的事情要多元 以及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 这个就是最近闹了一件小小的风波 就是这个Harry Potter的两位主角 男女主角 Danny和Emma 他们一直都支持那些性别多元的那些 就是他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受过好的教育 但是越是读得书多 越是肯定在一边 他认为这是进步的 有些人就 就是现在有个报告出来 就是说 其实 就是这些 就是 小朋友的那些 那些治疗法 他说治疗 就比如说 block了那些荷蒙等等的东西 就会引起很多 就是不良影响 那 有些记者就在那里撲火了 就是说 现在看来 就是有这样的报告 有这样的调查 大约是这样的 其实Danny和Emma 都可能是 我觉得不是记者 是社交媒体 这个详细情形 其实是不重要的 就是 就是 聊Rolling 罗林 就说 喂 现在有这样的新的发现 那其实 那两位年轻人 就是 年轻朋友 都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 每个人都不同的 那现在可以 你想你自己是什么就什么 那他们 就可能欠你一个道歉 那 罗林 就说 他的道歉可以省了 就是 就是 疾回 其实他是对回 那个 聊他那个人 其实呢 就是 现在他们的关系 恶化了 和大家各走 就是各自不同的立场 根本没有人会道歉 也都没有人会接受你的道歉 大家都不会改变的立场 但是我想 就是说 其实 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是任你说的呢 就是 就是 当个性别 去到 变了 有几百个性别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就是 昏雲雨川 是不是好过 清明时节 雨昏 是不是 每句七个字呢 是不是好过呢 其实我们普通人有common sense 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 一个 极端的 一个变态 来的 其实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 我们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 我就说一件事 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们最新这个世代 叫做 Generation Z 或者Z 那 就做过 有一个很有权威的 做一个 统计 就 问过 就是 一些女性 Generation Z 的一些女性 就是最年轻这一代的女性 就是 千禧之后 问她们的性倾向 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是界定自己是非二性戀的 我想说一件事 这个究竟是社会趋势流行的东西 还是生理状况 起变化 我们知道 人和很多高等的动物 有刺虹之分 有性别之分的动物 他们都会有其中一些个体 有一个性倾向方面 是会出现一些異常的 譬如说同性可以相级的 OK 或者他们不喜欢異性的 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但是人类的基因 就没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根据我们所有人类学家 生物学家 以及其他科学家 多年来的观察和记录 但是为什么去到新世代 会有百分之三十的女性 觉得自己不是二性戀的呢 你想想这件事 其实是一个社会现象 不是一个科学上可以解释到的事情 即是说这种将性别模糊化 其实是一种趋势 这种趋势被视为进步 如果有一个年轻的朋友 他突然间有一些fantasy 对于性别方面 有时突然间觉得 他生理上是男人 突然间觉得 我今天的感觉 觉得自己很feminine 然后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他就会变成 是被人鼓励他 去做一个变性手术 是吧 如果你突然间 可能跟男朋友 叫了交 有位年轻的小姐 突然间说 哎呀 那些男人很坏 我不喜欢男人 然后跟着 可能变成 有人鼓励你 就说 其实你可能 真是 是一个 同性恋的女性 或者 一个 就是 性别多元 就是 non binary 的女性 就是 不止是bisexual 就是很复杂 我也免得 再和大家详述 所以 统计就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一种进步 是社会风气的改变 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 是违反自然的 是吧 因为原本的人 99%以上 都是很清晰 自己是男就是男 女就是女 你的身体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但是后来 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 和教育 和很多媒体的 慫恿 和影响 那些人 其实 就向了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 其实 罗林只不过是正常人 不过现在这个世代 你有钱都被人 就是有钱 有地位 你都可以被人排擠 被人删除 被人cancel 这个就是一个 我认为 一个 一个不健康的现实 不是等于我是属于左翼 还是右翼 这个正常的人 变成了不正常 是不是 这个 没有说什么不好的 就是如果 就是说一个正常的情况 就是正常的社会 如果是20年前 如果我是一个 臨床心理学家 然后呢 我有一个病人走来看我 就是这样做一个假设的情况 他就摊在那张 那张梳化那里 就是那个椅子那里 那里 他就说 我可能是一个精神科医生 或者我也是有一个 他叫我做医生 他就说 潘医生 我现在有个问题 病人躺在那里 我说 你什么问题 你说 拿一张字 就像我们做戏那样 他就说 我觉得我是 一只猫 那你如果这样 你会不会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病人 是需要某一种治疗呢 或者他说 我是一张桌子 那如果现在 他说 他明明是一个男人 怎样看到一个男人 他说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那你现在 你不要治疗他 你治疗他被人抓 那你想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世界 大家去分析 不要说政治 不要说其他事情 就是说 那个 由百分之一都不够 到变成百分之三十 对自己的性倾向的怀疑 或者肯定自己是另一样 而罗林所说的 就是一般人 我们作为一个家长 他本身是一个单亲家庭 就是单亲 就是single mom 他就是一个 人都知道故事 他是一个很穷 就是经济上很困顿 他每天在咖啡室里寫 哈利波特的幻想世界 他的幻想世界 就不是真实的 但里面的男人和女人 都是男人和女人 那些男人和女人 都是男人和女人 他们在学校读书 虽然那些东西是很多魔法 但是去到尾都是很自然的人性 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母亲 他应该知道 现在的所谓治疗 其实不是治疗 就是在那个很小的年纪的小朋友 就会做手术 去切除他的器官 和做一些隔壁的荷尔蒙 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 令到他永远都回不了 转头的一些伤害 你可以说不是伤害的 但是如果这样 我可以将一个人 用最新的科技 将他的外貌 改造成一只猫 那又对不对 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 我都没什么好说 就是你道歉都省了 道什么鬼协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都放弃了 那第二个 就是关于这个朱丽叶的 朱丽叶这个 就是现在在伦敦有一个新剧 就找了一个新进的黑人 就是英国的黑人的女演员 她本身都是一个歌手来的 去饰演这个朱丽叶 大家在片头都看到 我就尝试将三个朱丽叶做出来 一个是百多年前的油画 大家可以再看看 看一看 因为片头的效果 我们有句说话叫做 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鸭 因为她的肤色比较黑 于是在英国的古建筑那里 将它配合在一起 就看不到她的样子 所以刚才我特意放给大家看 看真 那这个就是一个黑人的女演员 也是一个歌手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 几十年前的一套电影叫《殉情记》 就是那个女主角叫奥利花河西 她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刚才你们看了 另外一幅油画 是百多年前的油画 就是描绘沙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 我们知道 这个是意大利 就是在这个 你当它是中世纪之后 文艺复兴的初期 就是沙士比亚所说 这个大概应该是十六世纪 当它是Varona 的一个动人的故事 当时意大利也未统一 但是这个地方 就是后来意大利的一部分 这里的人 全部都是白人 这个就是肯定的 而且我们在文艺复兴 有大量的油画 雕刻 很多艺术品 保留在那里 那时候的人是怎样的呢 我们都很清楚 而那幅百多年前的油画 那里画出来的朱丽叶 其实她的肤色人种 是很正常 是当时意大利可以找到的人 但是除此之外 她也是在不同的文化 在文化的审美眼光里面 都是一个很年轻 因为根据这个 沙士比亚这个剧里面的描述 朱丽叶应该是十二三岁的一个 就是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 十二三岁 可能早熟一点 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少女 而我们看到这幅油画里面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白人 她是我们用不同的文化的审美眼光 都是一个美女 而且她是很年轻的 而我们看到奥利花河西 在《殊情记》里面 饰演的朱丽叶 也是符合了刚才所说的要求 而且奥利花河西的造型 和油画里面的朱丽叶 是相当相似的 这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里面 我们觉得那就是朱丽叶 这就没有对任何不同的种族 文化有歧视和不尊重 也没有任何的侮辱性 例如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远古的 非洲草原上的人类的故事 那你如果找过这样的白人去做 就变成是不对的 变成是不能够接受不倫不累的 而黑人里面有很多现在的明星 就算你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 你都觉得他是漂亮的 但是这个 现在他选角做朱丽叶的英国的女演员 他其实就算用黑人的角度 我都不觉得他是 可以为一个美女 你又不可以说他是丑样的 但是这个我想是一般人都可以这样接受的 我认为是客观的意见 而在这个沙士比亚这套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个话剧来的 不是一个歌剧来的 全部都是讲对白的 没有音乐配乐或者唱歌 那里面 那里面能够 最后 男主角为他殉情 以及引起两个大家族的恩怨情愁 最后能够 那两个家族都会化解几百年的仇恨 那其实呢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 除了年轻之外 还有一个美人 人见人爱 在一个剧情里面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身边有很多爱慕者 虽然他只有十二三岁 所以呢 我觉得呢 你要做回那样东西 配合回那个剧情 但是呢 有些人就说 那现在你可以不看的嘛 是 你可以不做的嘛 我不是看不看的问题 我觉得呢 人和人之间 是不是有种尊重呢 我们不是说他尊重我 因为我可以不看的 但是 沙士比亚是英国一个伟大的遗产 是英国的一个 可以说 开创一个新时期的一个 一个文学家 剧作家 这个 沙士比亚就等于代表英国的 那你有没有尊重沙士比亚呢 你可以自己写过一套剧 改了名字 你喜欢怎么做都可以 那沙士比亚死了 是不是你就可以踐踏他 强奸他呢 是吧 可以扭曲他呢 可以将他羞辱 和将他虚毒 是吧 那就是说 是不是在伤害英国的文化遗产和价值呢 是不是 如果这样说 什么都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可以不看 你可以自由做任何事情 你也没有犯法 但是为什么你要搞沙士比亚呢 你可以自己做 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是不是 你不需要拿个沙士比亚招牌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好了 那我们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 讲这个 第三步 第三步呢 就是 有一个越南的女首富 她称 她叫做张美兰 她是越南人 越南的华侨 她不是香港人 也不是其他地方 她是土生土长的越南华侨 越南有很多华侨 而且在很多世代 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越南 起码两三代 但是呢 她本人呢 就是仍然保留 就是 懂得中文 懂得广东话 懂得国语 就是 诸如此类 那我呢 十几年前呢 就和一帮香港的投资者呢 就去过胡志明市 找一些商机的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有人穿针引线 就是我一个朋友呢 就被人介绍了 就是朱生晓得 就是张美兰的丈夫 叫朱立基 那他们有一间酒店呢 就叫温沙酒店 那当时我们整班香港去的团友呢 个个都是代表一些投资的机构 那十几年前呢 那我们呢 全部都住在温沙酒店 那在那里呢 就参观了很多项目 和呢 是和朱生朱太呢 就吃过几次饭 就是由早到晚 就带我们到处走 我的回忆呢 就是见过朱生朱太呢 就是那次了 就是这个是越南朱啊 不是香港的朱太啊 这个越南朱和张美兰呢 当时呢 就是见过她 就是那次了 就是过一个旅程 那就大概三四天左右 就是没有一个星期的 那里面呢 结果呢 就是所有香港去的朋友呢 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负责人 大股东啊 主席啊等等 以及一些其他的机构 不是很多 只有几个人的 那我就 我是其中 就是一个代表 我只是打工的 我不是自己 就是有一个 自己有这样的资金 但是呢 那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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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上下下 整个政府呢 都可以呢 就可以联络到呢 那些项目呢 就可以搭路的 但是呢 结果呢 整个团 所有的人 没有人是follow 继续投资 简单来说呢 就原来 后来发觉呢 就是你在越南做任何的项目呢 都要是各级的官员呢 你都要疏通 如果疏通呢 是一个 不要说天文数字 是一个很难计算的数字 还有呢 在胡志明市中心 如果 是已经有 这个 投资价值的东西 已经炒到 无利可逃了 就是 譬如说 你最好的 scenario 最好的 一个 估计 就是最乐观的估计 你 就赚到 X那么多钱 而是 刚刚是你可以打和的 就是说 你有很多不同的scenario 去分析 你最乐观 最有利 就是所有市场因素 都最有利 那个 那个 方案 就是 那个 回报呢 就是你要付的钱 那你就是说 都没有肉吃 还有如果有少少 弱弱 你就蚀本 就是说 你看下去 所有的都很好 市场很繁荣 那些人的消费都很好 他真的 就不像是一个共产国家 但是一个 非常之 不透明 看下去 那个贪污 是没有一个制度性的 就是 如果你的贪污 是有制度性的 就是说 有公价 那你的成本 很容易算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 就是 两年前 左右 年多前 朱生朱太 都在越南被捕 就是说 他是 贪腐 就是 牵涉入一些 賄賂案 而那个数目 原来很大的 就是 根据 越南政府 说的 你就相信他 就说 他们涂空了一些 当地的商业民行 都是国家拥有的 那 在那个 系统拿出来的钱 是 几十亿美金 就是 44亿美金 如果这样算一条数目 就是 不是 几百亿美金 sorry 四百 四十亿美金 那就是说 就是 这个 四十个billion 如果我算一条数目 四十个billion 四百多亿美金 四十个billion 四十四个billion 其中一条是 那么 美国现在争拗得很紧要 说到 火红火绿 就说 究竟美国是不是要给六十个billion 美金 去继续支持 烏克兰打仗 就是说 这个天文数字的 可以类比 就差不多 就是 都会是很长时间的 大概 他说十年左右 在那个 银行体系那里 拿出来 非法拿出来的钱 或者 他说 诈骗 这个是不是诈骗 我想这是定义的问题 那些钱 就等于 美国现在 究竟应不应该支援 烏克兰打俄罗斯 这样的数字 这个不是天文数字 都是很大的 越南 就算 经济多蓬勃 经济的规模 都很难跟美国比较 是不是 所以 听下去 都挺害怕的 但是 现在 就说 我知道 就是这么多了 就是说 其实 你投资越南 就没什么upside 就有很多downside 十几年前 那些价格 已经全部反映了最乐观的估计 而 你发觉 那个交易成本 没得计 因为 不同的政府级别 你都要疏通 是吧 而 越南首富 当年都挺厉害的 朱生 是 是一个很down to earth 很有礼貌 很 很没有价值的 一个 很香港人 如果看回背景 现在的报纸说出来 就是说 朱生 原本 他的家族 在西环做 卖咸鱼的 你不要笑 就是这些 做海尾铺 其实 他们隐藏 有很多 很厉害的商人 非常富裕 他年轻的时候 去了德国读书 那时候 公司派他去 刚刚改革开放的越南 我想 应该是八十年代 美瓜 是吧 在那里 结识到 张小姐 于是 他两个 在那里 首先经营 这个酒店 就是这间 温沙酒店 我住了几天 就是一间 不是说很 就是 有些像 珠海 那些什么 福州 那些酒店 下门 那些 你不觉得他 是 很正 他不是很像 文化东方 那样的经营 但是 很企理干净 但是很明显 就是很 local的酒店 来的 就是一间酒店 就不会赚到很多钱 但是 这个就是他的 第一桶金 我们看到 就是 朱太 我没什么印象 张美兰 我没什么印象 就是我们每天都是一群人 朱先生 就是很帮我们的 比如说 你那里 有很多什么 他不是说 找钱来招呼这群人 他真的是一个 很 就是对香港人 就是香港人 对香港人 有一种的感觉 就是很亲切的 比如说 你那里哪里不舒服 我帮你买点药 你那里哪里 我带你到你店铺 那当然 你可以说他有求于你 但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觉得 你看人 你判断到 他一个 所以呢 就是他一个 真的 正经营的做生意 待人处世 我都覺得心情很複雜 沒有見過 又不是朋友 不過見過一兩次 十幾年前 但是現在朱立基都被判九年 而他太太被判死刑 究竟他們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旁人就很難知道 因為越南的新聞 你這樣看又這樣聽 但是有些事都是事實來的 事實是沒得抵賴的 就說這宗案件爆出來之後 他們公司的高層有三個人士都是離奇死亡 這些事很多時候 例如中東王子那些 我都會想起以前的案例 好像佳寧那樣 這個Bumiputra來香港核數的馬來人士 他竟然在大埔的昭林裏面被人碎屍 那個叫溫寶樹的英國律師 就是佳寧專用的大律師 在自己家裡的游泳池裡 被人綁住寵物 發現了一個池底 但是最後說他是自殺 這些事情 去到 你也是賺錢而已 但是結果 為了這宗案件 為了某些人的利益 竟然有些生命 失去了 我們怎麼看這件事呢 對不對 就是說 我不知道誰做這件事 譬如說佳寧那件案件 死的人是誰殺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他是被人殺的 不是自己死的 OK 那個馬來西亞 愚民財務那個核數員 他不可能 自己自殺在大埔了 對不對 如果說到這個 張美蘭的這個 巨額貪污詐騙案 他們公司裡面三個高層 是離奇死亡 我不是今天才出生 這三個人是被謀殺的 我們就是沒有法子 就是我們現在掌握的資料 不知道誰殺他 殺他的人 就是想著這三個人死了 就滅口了 這宗案件 某些人在調查裡面 是可能要終止了 那這個我就 過了很多這樣的故事 譬如說另一位朱先生 就同一位林先生 就在這個 觀南湖的高爾夫球場那裡 他們共同發展 大家股東之間有利益衝突 那就打官司 那這個官司就是 這個林先生是那個原告 這個朱先生那邊是被告 那就是在開庭之前的一天 那麼林先生呢 就喜歡吃雪茄的 那麼就在這個 中環的陸雨茶室那裡 在那個地下 他坐正的那個位置 坐正的那個位置 在那裡享受雪茄 很多年前 當時在室內可以吸煙的 那麼有一個湖南籍的兇手 就是一個前解放軍 就走進來 二話不說 一槍打掛他 然後呢 就向著這個信德那裡逃亡 那麼張之昌呢 就丟進了水箱裡 那麼這些是我在香港新聞那裡看回來的 那麼但是這個朱先生和林先生呢 就是這個另一宗案 這宗案件裡面的 就是那些人呢 有很多我都是間接認識的 這個香港的商業社會 很小而已 那個圈子很小而已 那麼我認識的一些法律界人士呢 當時呢 就是處理著這個 就是他們的律師樓呢 就處理著這個案件的 那麼很簡單呢 就說當這個雪茄林 被人打掛了之後呢 那麼這宗案呢 就不了了之了 原告人呢 都已經沒有了 那麼所以另一方面呢 就是 就是嫌疑最大呢 就是他得益了 就算不是他殺的 就是好像我們說 李克強我覺得是被人殺死的 而最想殺他那個人呢 應該是習近平 但是可能不是習近平殺的 是不是 那麼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是我們都是這樣看的 但是我們覺得呢 就說 去到這個位呢 他們為了一些權力 為了一些金錢的利益 各種各樣 其實你是不是政治都沒有關係的 比如說 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 就是一些政治權力的鬥爭 是吧 那麼這個 就是 雪茄林被殺呢 這個就是為了 都是為了一些金錢的利益 因為那個官司呢 他就保證他不會輸了 因為那個原告都死了 那麼 而這個 張美蘭他這宗案裡面的 公司高層三個人離奇死亡呢 都是可能因為調查去到那裡 那些殺人的人呢 以為呢 因為這三個人死了呢 這間案件呢 就不可以繼續調查 對某人不利 我不知道那個是誰 是不是 我們猜不到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宗案呢 除了 朱生朱太 就是 這個 被判 一個被判死刑 一個被判909年 另外還有一位侄女 坐了十幾年 另外還有二十幾個人 都是聚成的 就是說 如果你殺了那三個人 以為可以解決一些事情 看下去就不行了 那麼其實我就不懂得說了 我就覺得 就是說 這個世界有什麼叫對 不對 有什麼叫道德上的 正和邪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有得解的 是不是 就是說 如果你是為了自衛 有人入屋行劫 你是自衛殺了他 我是理解的 但是你為了權力 金錢 各方面的利益 甚至你殺了他 都得不到結果 或者得不到又好 這樣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一種邪惡的發生 我上一集講到 就是無中生有 善 文化 藝術 創造 是可以 還有很多時候 差不多全部都是無中生有 最初是沒有什麼的 但是 罪惡 和死亡 都是無中生有做出來的 這些破壞 都是無中生有做出來的 因為 如果沒有那麼多 引誘放在你面前 其實 你未必會走到那一步 所以 最初 未曾出現 這件事情 之前 是沒有這個罪惡存在的 這個罪惡 有時候 就是我們在人類社會 避免不了 但是 我 直接在越南 十幾年前的觀察 我認為這個制度 是令到你 很難走第二條路 那麼這個制度 怎麼產生呢 我們都知道了 是吧 它不只是一個貪腐的政權 它是一個 原本是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共產政權 而這些共產政權 是會把人的價值全部扭曲 那麼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了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